路特丹毛地 下午呢 一点半 例行的安全会 安全会主要的内容 按照公司的章程 一步一步 上次会议没有收尾的地方要收尾 关于安全方面的通告 公司的一些政策的一些改变的宣讲等等 然后呢 就是法定的一些操演 灭火演习和气传演习 肯定 然后按照章程 今天是应急舵 也有粉丝朋友问说你们这个舵 有没有冗余 实际上是有的 那如果这个舵机挂掉 因为它是遥控的嘛 这个遥控的系统一旦发生问题怎么办 我们有应急 是在舵机间可以操舵的 我们先来到舵机间 这个舵机间也叫后舵房 应急舵的使用呢 是非常简单的 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程序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实际的效果 那大家看这个一共有三台舵机的马达 那边还一台 那给马达供电的呢 和启动的就这控制箱 在这边 大家看 一共有两个控制箱 一号和二号 那我们看到这个一号 舵机一号啟动器 它下面有一个红色的E E呢就代表是应急电源 那就说一号可以使用应急电源 那这二号我们看明显的没有那个E 它就使用的是正常的供电 那这两个控制箱 配电箱 就是给那三个马达启动用的 那这个大家看到的就是整个船舵系统的上部结构 那这个它连接的下边啊 就是舵叶的连杆 下边才是舵 是舵叶 那这个舵叶 这样来回摆动 靠的是什么呢 大家看 靠的就是这个 这个亮亮的粗粗的 那边还有 这四个液压的连杆 那这个连杆 它是如何动作的呢 它靠的就是刚才 大家看到那三部马达 一二三 这三部 供电之后 就可以控制这个连杆的所有移动 从而就带动多叶转动 产生多效 这就是它的简单原理 那舵叶的控制在哪里呢 大家看这个 这个就是 那在每一个马达旁边 都有这样的一个存在 一个小扳手吧 那向左就是向左 向右就是右动 那那两部马达呢 也一样 都一样 也同样有这种装处 它就是用来控制舵叶的旋转 那驾驶台需要做的的就是 要把这个遥控系统给它关闭 摆到中间就是关闭 那么遥控系统有两套 一号二号 摆到中间的就是全部关闭 那这边 那这边要摆到这个手动 就可以 那这边就是它的多机显示 这边也是遥控 那这三台泵 就是刚才我们在多机间看到的 对应的那三台 当然也都需要关闭了 那这边都关闭之后呢 就要测试啊 这个多机间的这个内部电话 测试成功就好 然后呢 再测试对讲机的视通 那种对讲机的防暴对讲机 就是压在脑袋上的那种 来 假装说说话 好 OK OK 好的 收到中间 1号3号是那个中间 紧急电源可以用 1号3号应急电 1号3号 1号3号是紧急电源可以过用 就是紧急电源在这两种 两种电源可以过 先关autopilot 然后这边选择local local 然后再启动 就可以操作了 是来问哪个 又来问哪个 好 那两个上来就是 先开电是吧 开电是吧 你可以开1号3号 好 1号4号 1号4号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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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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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